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菩提心 今天讲的颂词是 意思就是说 世间当中的 一切所有的高规制 不管是地位上 或者是一些世间当中高大的建筑 终有一天一定会是 讲堕落的 讲倒塌的 这也是世间有为法的一个本性 也是轮回的一种自信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也会见到过的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以前法国一个非常出名的 叫做大宗玛学者 他的作品也是一千二百多 而且仅仅高费 也五百多万元 但当时在那一个时代当中 很多人无法与之相比的 就是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 但后来因为世间的无常法 最后他自己 一切的事业 名声 地位全部都下降 全部都下降 最后自己也是始终都存在一切 成立在存旧和美女 以及各身的闻想当中 始终以一些不正当的生活 过着不正当的生活 当然他旁边的很多人 也是为了他的金钱 表面上配着他 但一旦他所有的钱派完了以后 都没有利他 最后自己连交房租费的钱 也是非常困难 后来如果不是他的儿子 他恐怕也会饿死的 他有关他的这些传记当中 也讲了很多人的一生当中 刚开始的一些辉煌 最后沦落到 与乞丐无有差别的境地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 任何一个荣华富贵 财富圆满 或者鲜河的地位 名声等等 总有一天一定会是水败的 总有一天会灭尽的 世间当中的任何像彩虹 或者现任般的 极其美好的这些人 到了一定的时候 看起来也是 出炉不堪的形象 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自己的身边 也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了 一切万法的本性 就是如此的无常 不管这样的事情是自身当中发生 或者是在其他的人身当中发生 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 一定会很乐意地接受这种规律 就直接受这种规律 所以第一个颂词的意思 应该就这样来理解 那么下一个颂词呢 自当反省生死为 谁是如今为今生 则即不知自过失 他人全说亦难知 总而言之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是应该 反反复复地再三地思维 再三地反省 观察自己 一定要自己想到 如果我们现在 自己没有注意的话 那么什么时候注意 所以在座的有些修行人 真的现在都是自己要观察自己 像我这样的人 自己一点都是不审查自己的人 给别人这样宣讲道理 非常惭愧的事情 但实际上真的 诸佛菩萨 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当中 给我们讲得非常明白 每一个凡夫人 他有一种毛病 始终都要观察自己 如果你没有意识善心 那么一定会是 在自相续当中的这些过失 就会出现的 到一定的时候 连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有人好心好意 劝你行持善法 面临你行持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自己也是会 不闻不闻的 那这种情况 非常的可怜 所以说 我们现在有心 遇到这样的 大乘佛法和善知识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满心自慰 反反复复地观察 我的所作所为 具性动量 一切的一切 也应该再三地去观察 如果再三观察 那么这就是智者的行为 一定会自己 会感谢归正 因此我想 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平时都要观察自己 这就是以前高僧大德们的 一种最好的 修行佛法的一种传统 就是这是 下面一个颂词就是说 相遇种种外境 使自信如全 无处见 极小潜伯之人是 上自意味得赞颂 这也是我们世间当中的的确确是 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处见 遇到各种各样的 外境的时候 那么你的心也是 随着外境而转的 比如说你听见 特别好听的这种音乐声的时候 啊 你的主意 全部放在那上面去 如果你看到 相当好的一些舍法 那么你的主意 又跑到这边去了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 真的是 就像墙上的鹿尾一样 随着风动摇不定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自信 尤其是凡夫人没有学过理论的 没有长期修行过的 这种见解的话 那么世间的这种家权 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小狗如果狂飞的时候 所有城市里面的狗 也是奔着而叫着 那有没有这个原因呢 没有任何原因 因此我们很多人的作见 真的是这样的 没有这个人 以前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有一个盲人 他根本看不见什么 但是旁边的一群人 他们看见一个怪物 然后大家都大笑起来 那么盲人 随着这些人也在笑 后来有些人问盲人 你为什么笑呢 哦 别人都在笑 所以我也在笑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有这样愚痴的人 是非常非常多的 别人都是说 你就是非常漂亮 你就是长得非常好看 你口才非常不错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 啊 陶醉在这种境地当中去 其实有些人 也就是说挖苦你 诽谤你 但是根本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赞叹的 这样的世间当中的 愚痴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 要小心 不放逸 一定要注意 别人说什么话呢 是不是真的是 你有这个功德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功德 那别人对你的赞颂 别人对你的毁谤 也实际上是 不一定你要去接受 这方面大家也应该 平时观察自己的行为 若无过程之轻重 若是耳鬼衡量时 一笔所限之成绩 退之众人之嫌疑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上的任何一个货物 通过过程 就知道是他的轻重 表面上看到 特别大的东西 但是你一过程 也许可能不是很重的 像棉花或者说 一些其他的货物表面上看得特别大 但是你通过一过程 其实没有那么重的 有些像铝 金子等等 有些金属物表面上看得很小的 但是你一过程以后 特别重的 有这种情况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人 不管是在世间法方面 出世间法方面 你应该用你的成绩来衡量 成绩来衡量的时候就知道 有些人原来觉得 这个人口才也很不错的 比如表面上说起来 头头是道 这个人真的很厉害的 其实真的让他 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觉得 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 他说得那么漂亮 其实这个人做起来的事情 是多么可言啊 也会有这样的 有时候原来觉得 这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希望 可是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非常如法的 非常可理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副校长 他一直说是校长的过失 我如果当校长 如何如何如何 我一定要 后来上面的这些领导 只是听一面之词 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有开放的心态 因为他自己通过网上 学了很多新的名词 然后在领导面前 一直夸夸其他 结果上面的人全部都被蒙住了 把校长的位置扔给他 结果他一当上校长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教育 他有其他的目的 结果整个学校搞得一套糊涂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有时候宣任非常困难 有些人口才很好 有些人表面的行为装得特别像 但是看不出来 真正让你做一段时间 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哦 知道 原来这个人是对因果如是的精神 对世间法做得如是圆满 那个时候你的好坏 你的亲众 完全看得出来的 我们一般的东西 也是没有过程之间 我经常在梦法伦波切 讲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 交流的过程当中 经常看着 比如说你不管是法师也好 官家也好 以前他没有做事情的时候 就根本不知道 自己希望 哦 原来做事情以后 有时候大事说 有时候原来的希望不是很大的 但是真的做事情 做完了以后 啊 这个人真的非常了不起 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都应该会有这样不同的 也就是说他的性质 性质都是不同的 有些是智者的性质 有些是愚智的性质 有些真的是贤质 有些是恶人 各种各样的性质 通过给他的交流 通过做一些事情的 这种成绩来可以判断 因此我们在座的 一些佛教徒 那么自己应该 像变成黄金一样 非常鲜善的人 这也是没有前世的福报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也不要变成像分辨一样 非常苛恶的人 那这样也没有必要的 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 有了这样的人 对打字塔都不偏 因此大家都是把自己的人格 尽量地完善 一定要行持一些 作有意义的事情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无作为 这个偈颂主要说 世间当中很多人 没有正知正念 没有智慧 不观察自己的身心 这样以后 一辈子的所作所为 都没有一点意义 有些非常愚笨的 也苦恼寡闻 没有学识 智慧非常浅薄的 这种人 自己从出生一直到死亡 在这个之前 好像一天的经历一样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无有任何空险的时候 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不管是对个人的 修行成就也好 对人类造福也好 对其他的众生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等等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 只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为了自己的生活 或者为自己的养家护戈而虚度自己的光阴 那么这种世人 在世间上也是成千上万个 因此我们平时也应该想到 人来到这个世间上 也不应该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 要么是对众生 应该说有一点利益的人 要么如果实在是 这种没有能力的话 那么起码也是自己 好好的发愿 修行 对自己也应该有一种 来时的准备 否则世间上的人们 生是无人知 死是无人闻 世间也有这样的 一种说法吧 你生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知道 然后死的时候也任何人不知道 因为不出名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就像一个小昆虫一样 在一生当中 最多是搞一些破坏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搞的破坏 比较厉害的话 也国际上非常出名的 像有些恐怖分子一样的 但千万不要出这种名吧 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说真正成为世间的名人 那这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实际上对来世没有做好 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成为名人也没有什么用的 所有的这些钱财 名声 所有的这些金奖 银奖 全部都是在临时的时候 也是带不住的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名人 他所有的办公室家里 挂得各种各样的金奖 银奖 但是临时的时候就带不住的 也没有任何事宜的 如果你真的是信仰因果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今生来世 都是有一定的利益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忙忙碌碌 每天都是为家庭 每天都是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转 但实际上 自己也不知道 别人也不知道 以前霍西的丘教堪波 也是讲过 今天来了一位老喇嘛 听说是四二八的 但好像任何人都不认识他 肯定这个人修行不好 不出名的 如果是比较出名的话 我们全学生都出来会迎接的 他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的 啊 今天某某来了 我们一定要出门来接 看来老虎什么成就 都是没有的 他当场在课堂上 可能面对着老喇嘛 开始批评他 其实他有时候讲话很有意思的 可能那个老喇嘛特别伤心 好不容易去听课 所以我想不管是出名不出名 也不是很重要的 但最关键是什么呢 为自己为众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一辈子当中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有做到有一点意义的事情 那就非常遗憾的 因此这也是放逸的过失而导致的 那么智者完全是与之相反的 因为智者他是广闻博学的 他懂得世间和出世间的 很多的道理 所以他在每一天当中 每一天当中所行持的是什么呢 就是发财与解脱 三大圆满的功德 一天不间断都在行持的 所以我们智者和愚者之间的 差别真的相当大的 我们看有时候 社会上也是这样的 有一定的智慧的人 每天都是想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用在修行佛法 有意义上面的 没有智慧的这些人 对一些无聊的事 没有实在意义的事情 是非常感兴趣的 真的有意义的事情 他永远也是做不出来 所以这些智者们 会做一个圆满舌德 所谓的圆满舌德 就是修行大乘佛法 或者是小乘佛法 这个叫做是发圆满 然后叫做财圆满 财圆满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也是积累资粮 行持有乐的善法 还有积累一些圣者奇才 信心 智慧 持戒等等 他也积累这种圆满 然后第三种圆满 就是叫做欲圆满 所谓的欲圆满 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行持一些人天的佛报 或者通过禅地 获得天的果位等等 做一些有这样的 善趣意义的事情 然后所谓的解脱圆满 世间的解脱 获得暂时的人天佛报 然后出世间的解脱 身为圆决阿罗汉 或者说菩萨佛陀 这样出世间的果位 所以真正智者的方向 跟愚者的方向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我们有时候也看得出来 有些法师和有些智者 他每天都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为自己想的 就为众生 或者是为来世 为解脱 为众生做一些事情 虽然有些人很忙忙碌碌的 但是世间的一些 愚者的忙碌 跟真正大智者们的幻毛 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自己也应该观察自己 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一生 一方一过去了 应该想 自己一天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为了 自己的饮食主义 为了自己的口语 或者是仪式主法 而奔波 而愤怒 还是对众生 对整个佛法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 我想有些各位佛友 法心还是很重要的 法心就是一种动力 如果你发心的 这种发动机没有的话 那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办法了 因此就要首先知道 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差别 智者经常有 不放逸的约束 他自己不管是在走路 睡觉 做什么事情 我应该要做 有意义的事情 千万不能做 没有意义的事情 他有这个控制能力 而愚者完全不同的 下面就是说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许多无意者 所谓的无意的话 那么平时在世间里面 一点意义都是没有的 反而造业的 偷盗 邪音 做妓女 做屠夫 愚妇等等 世间当中对坏坏今世来世的 这种人叫做无意者 无意者的来源是什么呢 也是放逸而导致的 因为自己放逸 没有正知正量 不止取舍 所以已经变成了无意者 还有一些施仪者 所谓的施仪者 业绩颠倒者 毁坏戒律 或者毁坏闻思 以前自己是很有良知的 很有正见的 但后来依靠恶知识 然后与其他无正知正见的人 同有合物 最后一切的功德 善法 圆满了 全部小声殆尽 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人叫做施仪者 我们说下纲者 或者是施业者 施业者 施念者 世间当中所谓 失去自己的这种正规者的人 相当多的 那么这些人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些人的来源 全部是放逸 因为你根本没有 做有意义的事情 整天都是有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担着这些事法 所以最后导致这种后果 而反过来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智者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他怎么不相同呢 他每天 每一个世间当中 就观察自己 要求自己 一定会以正知正念来 摄持自己的相续 这样一来 他也不会变成无义者 也不会变成失义者 一定会是 他所作所为 会众生对佛法是有意义的 他所作所为 他的事业也好功德 也会真正日生 与日俱正 因此我想我们世间当中 大多数的智者的来源 不放逸的 不管是我们佛教徒 世间当中的有些名人 智者 成功者 他们的来源 也实际上有一定的正知正念 或者是用智慧来摄持的 那么下面一个颂字 智慧 聪明智慧 未究竟 聪明协会教化因 规计多端 交情 假经 此乃放逸之口是 这样的 我们世间当中 有很多人 智慧没有道德究竟 智慧没有圆满的 这种人也是相当多的 比如说 学是学了一点 但是没有学好 隐名学了一点 隐名真正的推理没有动 只是知道看别人的过失 说别人的缺点 有些人真正学中观 没有学好 只知道是空性 所以因果 三宝的功德 四地的作用等等 全部都不存在了 全都变成空了 这叫做学的智慧 没有得到究竟 非常可怕 还有些人的聪明 变成狡化的因 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的一些盗贼 很多的一些恐怖分子 他们以前也知道一些 科学的技术 或者世间的一些聪明智慧 但结果没有转为道用 反而成为杀害众生的因 或者毁坏自他的根本 这就是成为狡化的因 还有一些世间 各种各样狡化的手段 也非常精巧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人非常非常聪明 比如说有些人 电脑稿说 现在好像什么世间和初世间 都是依靠自己的量子数 来能了入之阵 但实际上每天都是 成立在一种迷乱当中 阿教命乱当中 所以我们有些发行人员 应该主要的负责人 随时都要控制 虽然我们要求 有些人通过电脑 为三宝做一点事情 这是允许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长期去观察 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个学校 然后那个学校的校长给我说 我们这边 专门有一个监控设施 谁学校里面的老师 上了一些不好的网 或者是做一些 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马上从监控上面 能发现 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出家人当中 我们这样的场合当中 一般来讲是不应该有的 但也很难说的 因为凡夫人很容易改变 就很容易改变 一旦它的外境出现的时候 第一次你有控制的能力 第二次不一定 第三次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自己存坏了 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发行人员 千万不要以一切这些 不如法的行为 坏坏自己的相续 因此我们有时候 所有的聪明 智慧反而变成 成为邪见的因 反而变成这种堕落的因 有时候觉得不如 好像比较笨一点 老实一点就好 以前有一个故事叫做 在一个水池里面有一个铁塔 后来这也是世间的 民间的一个故事 但是有好多一群青蛙 那些青蛙看看塔顶 渐渐地 让他们大家都积极地说 说我们要不要今天 天气也比较不错 今天下雨 我们要不要上铁塔 爬一爬铁塔 后来好多青蛙 大家都共同商量 大家都爬 爬着爬着 到了中间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晒得特别厉害 那个时候他们都不行了 然后他们就商量 要不要我们下去 后来准备下去 有一个没有耳根的 龙子青蛙 那个青蛙 他一直不断地爬着 爬着爬着 最后已经到了塔顶上面了 结果他们一观察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这么聪明的 这么有智慧的 有眼睛的 流根齐全的这些 没有爬上 反而这个龙子为什么 结果他们一观察 刚上去的时候 就知道青蛙 他们已经上去了 他也跟着上去了 结果他们到了中间商量 反回来的时候 他没有听到 直接上去了 结果真正是 他已经到了上面了 已经成功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耳朵也是特别好 眼睛也特别好 手也特别拎 那这样的话 你这种技巧的智慧 反而坏坏地赢了 什么都不懂的 我们电脑也不懂 然后开车也不回 什么都不会的 每天都是念 噢 马里巴马 噢 马里巴马 最后他提前成就 也有可能有这种机会 所以说有时候 聪明不如本一点好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讲的是这样 讲的不放逸当中 这里面讲了很多放逸者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从表面上看来 心怀狂宏大量 毒量很大的 什么事情呢 也不容易生气 不容易发脾气 表面上看来 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但是这种人 也有信心比较松松散散的 也比较懒惰 什么样都无所谓的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来也不发脾气 做什么事情 都是对他来讲无所谓 觉得这个人脾气很好 非常不错 可是让他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在他的耳边说了多少次 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那种人是特别坏的 这种人一般来讲无利无害的 今天对他供养黄金的话 这也无所谓的 然后今天诽谤他 别人说他也无所谓的 当然我们有些人修行非常好 一切都是到平等的境界 如果真的到达这种境界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人太差劲了 有些人真的就像海底的石头 海底人的石头 没有任何感觉 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有一点感觉 我们也没有感觉 不知道在哪儿 所以有些人对他怎么样赞叹 怎么样做好事 也无所谓的 然后对他怎么样毁谤 有些人对他 也无所谓的 所以一般情愿 平等的境界没有达到 但是心好像太光光了 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做成的 这种人千万千万 不要让他做事情 不然表面上看来都是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 问题处在他的心底 什么事情都成不了 这就是放逸导致的 也就是说 因为他太放逸了 太放逸的话 有时候看起来 我们人观察不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上当的 看起来这个因为不发脾气 他肯定做得很好 让什么事情都让他做的话 他就全部都是推下去了 无所谓的 批评他也无所谓的 赞叹他也无所谓的 那这种人不是真正的好人 因此在选择人的过程当中也好 自己做人的时候 真的要注意 其实我们像这样的教言 以前在学校里面 很多有些世间教育当中有 很多人的一生当中应该起得非常大的作用 可惜不要说世间当中 连一些佛教的寺院当中 很多法师和很多论师 根本不懂这些道理 所以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 自己做人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可怜 这是一个教言 那么下面下一个颂词 就是这个颂词 也是跟上面的颂词连接起来讲的 这个颂词也是跟前面的颂词 一起来讲的 下面是谁啊 那天我们讲考的时候 有一个啊 然后全部连在一起讲的 少闻谦虚无知之恶 即早从事用草 随心所欲乱生心 此乃放一只过失 那么反过来说 有一种人智慧也是 就骷髅刮文 或者说是刮文剥削 知识也没有 但是他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急潮 急急忙忙地 做什么事情呢 就像是海草一样 海草一会儿就出现 一会儿就退了 就没有了 那么做什么事情 就说梦叫乱 心记得不得了 啊 马上要做 马上要做这件事情 啊 不行啦 不行啦 快呀快呀 做任何一件事情 它有一种过程 就是你时间没有充裕 或者是整个前后的事情的 这种顺序 次第没有考虑清楚的话 那就离不出头绪了 这样以后这个事情 反而弄得一段糟 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做什么事情 心记得不得了 心记得也并不是有些人 真的有这种思维 有规划 有安排的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抓紧时间做完 不是这样的 当然做任何一件事情 按照顺序 按照它的规律来 圆满地完成下去 这一点很重要的 你不能记 不能记 一直这样拖下去 刚才跟前面的人一样 然后有些人 也记得不得了 本来是我们修经堂 啊 一定要一个月当中 把大经堂一定要修出来 想办法快啊快啊快啊 那这是能成功吗 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有些人 因为自己智慧没有 心特别急 最后自己手忙脚乱 什么事情都成不了 这也是放逸所导致的 因为自己放逸 不懂这些真理以后 做事情不知道 有前后的一些持续规律 所以我们应该深重考虑 一定要宁静地去思考 做任何一件事情 他的前因后果 各种因素不得不考虑 考虑完了以后 一定要有头绪的 有次第的 有安排地去做下去 做得一定要 开头你怎么样精进啊 然后结尾的时候 也如是精进 有些人刚开头的时候 特别激动 发心得不得了 然后过了两三天以后 三分钟的热气就已经消失了 再也见不到了 甚至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逃跑了 所以这些都是 不懂事规的 不懂真理 如果真的中等理 既然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发了心 现在不管怎么样 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能退的 但是要做这件事情 需要多长时间 需要什么样的因缘 需要什么样的发心 自己一定会有出化 有安排的 这就是智者的行为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想以后应该在 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 在弘法历程也好 包括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 肯定需要做一些事情 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自己如果不懂这些规律 别人看来 也是非常的可怜 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呢 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 会有这样的后果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想 上师如意宝 不管到哪里 对这些教言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老人家 有些弘法历程的事业也好 或者说 对做任何一件事情 非常圆满的 后来任何一个智者也好 学者也好 一般的人 因为法王老人家的有些所作所为 一般来讲是 不会受到各种谣言 毁谤的 原因很多都是他的选择 是智者的选择 他所作所为是理性的 应该有智慧的 有正义的 有正义的话 很多人暂时也许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最终不得不服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应该学到这些知识 而且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用得上去 一个偈颂对你的一生当中的行为 一定会有大的改变 下面就是讲 随无恶施财布施心 不恶善掌管自财施 非恐施恐 尽心者持乃放逸之过失 下面有些人 虽然他布施的心 还没有发得起来 对可怜的众生 凡是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布施给一切众生 就像一地菩萨那样的境界 没有达到 但是关键 他自己都是不善于 不擅长管理自己 或者三宝的财物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 浪费就浪费吧 没有事 他的财物别人也觉得 他都是不会执著这些的 我们可以随随便便享用 随随便便拿 那这是不合理的 有些大成就者 也是从显现上 应该对自己的财物也好 三宝的财物 全部分得清清楚楚 而且也不会随随便便地 去浪费 非恐失恐进行者 意思就是说 对管理财物 对自己的财物方面 本来是没有一切都堪破 没有证到空性 但是表面上好像真的证物 无上显空双云的境界一样 好像已经成了空性者那样 什么都不执著 那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这些道友们 不管是你的财产 三宝的财产 你没有到真正的 像龙猛菩萨那样的境界之前 表面上不要说大话 你随随便便拿就拿吧 没有什么的 然后出去的时候门也不关 什么事情都不是你 已经真的非常高的境界了 这是人太差了 你连自己的财产 精彩这些都是关不好的 所以说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一般来讲没有特殊必要 哪怕一根哈达 也是不会随随便便送人 或者随随便便 轻易地浪费 不会这样的 这是很多上师们 对财物的执著 我想是肯定没有的 他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一根哈达 这几十块钱 特别的 但是这些该收拾的 该收拾 该出离的该出离 该怎么样 一定要管理好 否则有些人 出家人也是这样的 居士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真的 境界没有达到这种 但表面上好像什么都不执著 随随便便送人 那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们讲座有一种说法 这个人的财产都是 比方说是别的地方 连钩的肠子里面 都有他的财产 有这种说法 意思就是说 他就管不好 所以到处都顺便享用 最后别人也觉得 这是无所谓的 我享用他的财产是 理所当然的 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以后 不要对三宝的财物也好 包括我们经堂 很多这些财物 没有到这种境界之前 不要装着看破者 一定要如理如实的 该算账的 该计算的 什么事情都是分得清清楚楚 在名言当中应该这样的 这一点恐怕我们很多的道友 以前都不一定知道这种窍诀 我也发现你们有些人 执著肯定没有消失 但是表面上看来 好像什么都不执著一样 这种人太差了 我也经常说 我身边的有些人 比如说别人对我供养的 两三天以后 全部都烂了 我很伤心的 觉得自己太差了 并不是我修行很好 所以不执著 因为自己太差劲了 所以浪费这些财产 我看到有些现在西方人 不管是在外面吃饭 哪怕是吃的 剩下来的这些菜 米饭全部都是大宝 很多都非常非常的节省 应该是这样的 没有必要什么都是堪破了 什么都无所谓 那这样 尤其是对三宝的财产这样浪费 非常不合理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也是其实 放逸的过失所导致的 如果我们比较精神 也不会这样的 一定会注意的 真的 自己的有些财产 这些都是该熟食的 有些部门的财产 这些应该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 如果可以用的话 把它用上 如果不能用 看有没有其他人需要的 然后给的话 也怎么样给 有很多的这种方式 你没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真的是不如法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有些人悲心 并没有达到究竟 当然到了一二地菩萨以后 悲心达到究竟 对所有的众生 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样来对待 但是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随随便便 敌人怎么听他的 别人怎么样害他 说他 就无所谓地跟着他 规规矩矩地去 那这是修行特别差的这种人啊 就是所以我们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 也不要听别人 听敌人的话 敌人就是敌人 一定要情愿分清楚 如果你悲心真的分得非常 怎么说 达到已经究竟了 众生和自己无二无别的时候 那就可以 敌人也是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的父母 没有什么差别 但有些人胆子太小了 有些人修行境界太差了 有些人连基本人的规矩都不懂 所以别人害他也是 啊 谢谢你老人家 你今天给我加持 给我加持 这不算是真正的人啊 有些人帮助他 怎么样对他有恩德呢 好像跟师徒没有什么差别 真的世间人当中 很多坏人特别多的 很多好人也有 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分不清楚 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差别 然后在很多人面前 自己的一些本性 贪心 嗔恨心 以及自己的习气 毛病 全部在众人当中暴露无益 这也是一种愚者的现象 一般来讲 人自己应该有一种硬币分 你心里所想的不一定 全部在别人面前谈出来 你自己所作所为 不一定在所有的众人面前 全部表演出来 所以有些愚者 他想什么 他说什么 他做什么 全部都是在别人面前开始宣扬 这也是一种愚者的行为 所以这些都是 放逸的过失 我们自己应该要掌握分寸 应该要知道取舍 这就是智者的行为 讲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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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